好 非得无法非得早餐 我是唐江龙 来今天民国111年6月24号星期五 礼拜五的时间 我们的来宾是我的老朋友 但是我不会说他好朋友 因为他是坏朋友 好 在我们线上的呢 是我的坏朋友梁月祥 江龙好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呢 很多这个朋友不知道 我跟江龙两个相处的感情越来越坏 所以我们的line就越来越多 对 真的 就是他每次发给我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平行时空 他发给我东西真的就是酒池肉铃 我真的没有骗大家 就是酒池肉铃 可是那些人生活里面 我觉得是必须吗 你不能怪我 要怪老子 实色性也 人之大于 我又没有讲讲什么 你干嘛自己要讲那么多 这句话是老子说的 好 来 好 其实呢 我也跟听众朋友一样 我也常关注江龙的节目 真的吗 真的吗 我也是你粉丝 真的吗 所以严格来讲 喜欢听你的节目之外 也带着一点监督的意味 那么 其实你记不记得像是你上次请了科学人杂志社长在讲的候鸟 李嘉维 他是我的忘年之交 是啊 有意思 而且太有学问了这个 对 没有错 这事实上 了不起 没有错 所以我喜欢听你们两个的节目 而且很有意思 那么 我要讲的是 很多的候鸟呢 他也 你上次讲到他的四五摩啦 还有他的身体的磁场啦 我要跟你讲一个 我大概在七年前 我去了大陆的沿边 沿边就是在吉林 它靠吉林的东北方 它几乎接近于北韩跟苏联 黑龙江两个交界的点 这个地方它也是长白山 在东北角的起点 你要上台白山就往那山上走 这个山上台一直到天池 这一个区块里面 它有一种小动物很有趣 它们叫做灵蛙 生明的灵青蛙的蛙 这个灵蛙它的可食性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那么我如果再讲一下 听众朋友就知道这个灵蛙是什么了 我们在我们一般的中餐的甜点里面 很高贵的甜点里面 还有过去宫廷 里面必然要有的一个点心的食材 叫做哈赤摩 哈赤摩它就是用这个灵蛙的树兰管 就是母的蛙才有 这树兰管而且要两年 不是要三年的蛙 是最大最好的 那为什么讲到说你上次讲的那个候鸟呢 那这个灵蛙很有意思 它每一年春天的时候 四五月的时候 它就是整个唐麦山开始暖和了 它们这些灵蛙就会从它自己 待到的那个池子里面跑出来 出去觅食 一直跑跑跑跑到秋天 就是差不多农历九月的时候 它开始陆陆续续 从它散去各地的地方开始回来 那曾经有一些 就是大陆的一些生物生态学家 就在这个灵蛙 到底这个灵蛙几十万只上百万只 从这个它们的这个养殖的这个池子里面跑出去以后 到底跑到哪去了呢 我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这个灵蛙呢 它也没路标也没有红绿灯 可是它们却认得方向 它们都会往那个 有的是往这个山沟里面 山凹里面 有的是往山下跑 它们一跑跑出十几公里以外 你知道香楼如果我们在森林里面 不要说走可能你走两公里 我们就会迷路 那这灵蛙它可以跑到十几公里 那它们在它们身上装了这个追踪器 哇 看到最远都跑到十五六公里去 可是十五月出去 它们到秋天的时候 要准备冬眠之前 全部就跑回来 而且每一个人跑回到它生长的那个池子 而且它不会跑错 那很有意思 所以我那天听到你跟那个谁讲的时候 就讲到可能这些动物 它们身上都有些特殊的一些不一样的器官 那我就觉得这个磁场 就是隐形在这些灵蛙的身上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就回应了 我要证明我有认真听你节目 那这个灵蛙呢 它雄性的这个灵蛙呢 它身上可以取哈斯摩的油 我们以前像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妈妈他们在聊天 就聊到东北的朋友如果到南方来 送朋友的礼物 就用这个哈斯摩的油 那现在呢 在市面上我去大陆 我才会看得到 它就是对皮肤的保养 就是你看你皮肤有皱纹啊什么 它就是常常去涂 用哈斯摩的油去涂 偷偷从那个皱纹慢慢会平掉 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 而且如果你上我去看可以看出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微量元素 还有这个维生素在它的这个质地里面 那这个哈斯摩呢 就是这个青蛙呢 它们在抓这个灵蛙回来的时候 在捞的时候呢 太小的 它们就通通把它放回去 两年 两岁的这个灵蛙 它们都还不够大 就通常三十岁的这个灵蛙比较大的 像差不多半个巴掌那么大 它不大 这个青蛙不大 就像我们像香楼像你那个巴掌半个那么大的时候呢 差不多三年 它们就抓这种蛙 把它的这个取下来 然后肉可以吃 然后它里面的油呢 是非常多欧洲的化妆品 欧洲非常多有名的化妆品 来跟中国大陆这些养灵蛙的人采购 它非常好的 那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 自己家里面可能有人送你啊 就送这个哈斯摩 那一般的台湾朋友大概比较不懂得怎么做 但是疫情如果开放了以后 大家如果去香港 香港买这个哈斯摩 还有我们台湾的迪化街 也是买得到 它干干的 就说我小的时候看过我的爸爸 有香港的朋友拿来 就在家里发的时候 他先温水泡 就前天晚上泡 泡完了第二天呢 它就软了 然后用个牙签 把它的一些雨血啦 或者血湿啦 把它吊掉 吊掉完了以后呢 再换新的水 再换冲 放到锅子里面去蒸 蒸了十分钟就焖在那里 嗯 焖完以后它发起来 然后再泡到冷水里面 好 这个时候就去腥了 那这个哈斯摩呢 它一粒一粒的 嗯 好像 有一点爱遇 呆呆呆呆的爱遇那样的 那种感觉 那这个哈斯摩 我们一般在过去 莱莱饭店 现在的这个叫喜莱登 早期的莱莱饭店 他们有在宴席里面 比较贵的 比如说一粒两三万的 里面的甜点就用冰糖去做 所以如果家里面 听众朋友家里面有的 有朋友家里有这个东西 我建议大家 这个东西尽量的把它放到冷冻库 冷冻库 然后有的人当干工就放到外面 但是我觉得这种 它还是会被空气氧化 细菌沾染上去 这哈斯摩它的确是一个 对身体非常胶原蛋白 尤其对女性的皮肤 我可以验证 就是我小的时候 我姐姐她大概在怀孕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看到我姐姐 就是她在坐月子的时候 她就拼命的 大量的有时候去吃哈斯摩 所以她复原之后 她的皮肤一直到现在 都保养的非常好 但是我们现在台湾好像 我所知道的饭店 都没有人去卖这个东西 但是大家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有趣 它不是非常的贵 但是在笔花街有的卖 大家可以买一些哈斯摩 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尤其疫情过后 在疫情的时候 你想把自己的身体复原 哈斯摩都是对肺的保养 最好的一样 就是土植物的食材 所以这个哈斯摩 大家在冻的时候 可以加白木耳 用冰糖 或者你用 这个我们用西洋生 西洋生 还有这个白河 这些白色都是润肺的 一起去放到电锅 去增放点冰糖 很简单 所以疫情 当然这个COVID-19 对我们的肺压气管 都有所攻击 哈斯摩是一个最好的 所以把这个肺压用好 还有肾脏 也帮你修复的 一个很好的食材 所以 那向隆 你吃过哈斯摩吗 我没有吃过 我听你讲这东西 我都觉得很恶心 你不觉得很恶心吗 就是什么灵蛙 然后去摘人家的疏软馆 然后 你想吃爱玉 你就吃爱玉嘛 你喜欢 对啊 我跟你讲 其实有的时候要感谢 咱们的老祖宗 一看 我们有非常多的药材 就是说我们跑到 我去这个长白山了 我真的感觉到 哇 那个山林间的伟大 我去个天池啊 那个风景 我们去的时候 正好要快入秋了 哇 那个枫叶 各种那种枫树 真的很美 那但是 你想想看 它一入冬以后 它很多东西 就开始要藏起来 冬藏了 那在这个山上 有很多 你没有人去想到 那个灵蛙很小只 你要去抓它的时候 如果说现在是因为有人在饲养 但以前你要去山上去抓它 很难抓得到 它非常会跳 那为什么想到 就是 如果你是他这个 本草纲目里面 李时珍里面 他都讲到这个哈斯摩 那 你要知道 任何一个 就是物尽天泽嘛 物尽生成 它必然是这个 就是万物 所以当你觉得恶心的时候 可是中国人 他在研究很多的食材 还有补品 他是真的是下进了很多的学问 跟功夫啦 比如说 有的人说 像你不爱喝鸡汤嘛 但有的人说呢 你如果感冒发烧 是不能喝鸡汤的 因为那个鸡汤会发 其实这些研究 他懂了他的道理 所以 你看那个冲药谱 冲药谱你知道 还有那个海马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海马 但是海马去做药影子的时候呢 那个药效就会出来 你少了这一味 那药效就出不来 很有意思 还有很多 我今天就不讲这些药材 还有很多石壶啦 这些很多 是对我们身体都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哈斯摩呢 他是 我今天为什么提到这个 第一呢 是因为那天听到你节目讲到 这个候鸟 它会归潮 那我今天讲到这个冲药 它最有意思的是 它可以跑到 它很小啊 它就像不用巴掌 要小的 它跳跳跳跳 跳到十几公里以外 它还会总跳回来 我觉得这个 第一个我对它的好奇 第二个就是什么 因为小的时候看过姐姐 还有爸爸 他们煮 我们男生就不给我们吃的啦 就煮完了都给妈妈 还有姐姐他们吃 的确 他们是有 有疗效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去逛迪华街 看到哈斯摩 它不会像香农讲的那么恶心 它一粒一粒非常的 洁亮 而且它 用泥润处理好 就像我刚刚讲的 现在热水发 发了隔天以后呢 你把它洗一遍 然后再用蒸煮一下 去了它腥味 再把它飘一遍 透明的 端端的 然后就是口感也很好 而且没有任何的杏酸味 所以在 如果说家里用白木耳 或者我刚讲的 一些其他的香参 或者百合去炖 它是很好的甜品的美味 那你要用咸的也是可以 所以今天第一节课 跟大家上的就是雪哈跟凌蛙 好 没关系 因为这个也都是运吃的 跟大家讲 我都是 我家就炖给你老婆吃 不给你吃了 我都是本能的反应 你知道我这个人 有四样东西是不吃的 我说两只脚是不吃的 我说有中药进补的 这种的东西呢 我是不吃的 再来呢 这种的基本上面的 冷的东西呢 其实呢 像生鱼片啊 这种的东西呢 我是不吃的 我其实 对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很遗憾 就说 隔下常常常在告 这个很补 那个 那个很好吃 天哪 那什么东西啊 好 来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梁又祥聊 非得不忘非得早餐 我是南家龙 来礼拜五的时间 梁又祥的时间 台湾的食神 梁又祥是真的 我认识的 就是 嗯 什么玩意儿都吃 什么玩意儿都吃 而且我什么玩意儿 也喜欢学 你知道吗 真的 所以你看你的节目 有有有有养分的东西 我真的都听 所以 老当 请以后 做节目的时候 小心一点 会会会会 梁又祥实在监听 会 资商师 不然不能 是我的 是我知识方面的 资商师 对 他真的有学问 对对对 所以 所以很多的 很多 你知道 相伦 其实他 我觉得他了不起 比较了不起 地方是什么 他把很深凹的 那个科学的 还有那个 那个道理 他就很简单的 让你 一天 原来是这样 我觉得 让人能够懂 不必迈入那些 深凹的专有名词 他就是 简单 你听 原来是这样 我觉得 真的 他的家里面 你喜欢的青蛙 鸡 鸭 什么东西通通有 你到他们家里面 都可以找到 他养青蛙 很厉害的 好 来 我们再来 在我们线上 是梁又祥 再来 好 那么 今天要介绍一个 马上暑假了 介绍大家 如果去嘉宜 你一定要去吃的一个 很小的餐厅 那这餐厅呢 你没有想到 我也没有想到 他居然有一个 台湾在早年 40多年前 这一场棒的 一个失传的菜 就是这个 他叫穿养菜 里面其中叫 蚕碱豆腐 蚕碱豆腐 也叫口袋豆腐 那为什么叫 蚕碱豆腐呢 他就这样 苏航一到以前 你知道 这个 养的蚕丝 很厉害啊 所以他 做出来的豆腐呢 它就是一个 像橄榴球 橄榴形一样 像那个蚕 那个 张龙你小时候 养过蚕吗 当然啊 当然啊 我们小时候 养过 那个蚕呢 它就是 蚕碱呢 它就是一个 圆椎 圆圆形 然后他把这个豆腐呢 以前小的时候 这道菜我会做 但是它很费工 他把那个板豆腐 一般我们传统豆腐 削去了皮边以后呢 然后他就 要把它压成泥 然后要 用那个纱布 要把它挤 让它水分干 流掉了以后 调一点味道 然后呢 用手抹了麻油 慢慢把它滚 在手上滚 滚滚成一个橄榴形 所以你的那个 手的那个 那个 那个手腕呢 你平掌 你平掌 它可能不能用 你手一样凹下来 它就顺着你这个手掌 就滚了滚了 就变成一个 两头尖尖的 梭子形一样啊 一个残碱的样子 然后这个 这个豆腐呢 就要放在油里去炸 一炸以后 它就 表面就扑扑的 就像那残碱的外面 不规则的外表 然后那个中间肚子 它是空的 然后这残碱豆腐 砸完了起来 我们要把这残碱 这个豆腐呢 要把它压 把它里面的油水 中挤掉 然后再 放到这个水里面 高汤啊 大骨的高汤里面去熬 用大火去焖 微微微 然后它又胖起来了 胖起来 再把它挤出来 挤掉以后呢 这个 残碱豆腐的肚子又空了 又空了以后 然后再用 你如果是用牛肉汤 或者用鸡汤 或者大骨汤 不管是 你煨什么汤 它就是把什么汤的味道吸进去 嗯 好 那我今天这家呢 因为是非常手工的菜啊 它是一个 我也是算 不敢说 从小看它长大 可是它很年轻的时候呢 它的爸爸就把它带到 十几 二十岁吧 它的爸爸就把它 带到台北啊 带到他舅舅家里去 开餐厅 去学厨艺啊 那舅舅他们也都学一些 山菜啦 羊菜羊菜啦 湖南菜 因为那台湾都混搭了嘛 他们是嘉义人 就算什么菜他都学 而且他就喜欢 所以也常常去外面去参加一些比赛啦 然后冬学西学 嗯 所以他居然把这个口袋豆腐呢 因为我们这一次啊 办了 第十二届的亚太美食高峰论坛 嗯 那这个论坛呢 它今年跟韩国啦 北京啦 成都啦 大概十六七个城市 做这个连线啦 那这个论坛 这是我办的 就每年我希望 就是我们自己靠腰包 办的这个平台 希望它连接 我一直希望台湾的餐饮界 跟非常多世界各地 我的很好的朋友 他们都是在各地餐饮界 有成就的朋友 像这次疫情 我们就在这里面 讨论了非常多 各个地方 各个城市 还有各个国家的政府 他们怎么样协助 这个业者突破僵局 那业者自己也用什么办法 做一些因应的措施 所以大家交流学习到很多 当然在这个论坛呢 每一年有个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挑出十大名菜名点 还有十大名厨 然后给他们颁奖 那今年的十大名厨呢 我们每一年有挑十个 可今年呢 我们只挑出了五个 其他全部都被 二三十个全部被刷掉了 我们是很严格的 那十大名菜 为什么要挑十大名菜呢 就是说 比如说像香楼 如果说你去 去这个北京 或者说你到了法国 你想吃米其林 人家一定说 哦好不凶 告诉你在哪里 那到北京 你的老婆带孩子 你不可能去吧 去吃烤鸭 人家一定说去全聚者 那外国的朋友到台湾 想吃包子汤包 我们一定会推荐他 去盖封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希望 我呼吁很多的餐饮业者 你的餐厅一定要有一道拿手菜 就我去你餐厅 我到底要吃什么 那你用那一道拿手菜呢 来带动其他 所有的这个商品 它是可以永续经营的 这很多的店呢 你看他 我常跟很多老板讲 你这个店 即便你拿了一亿 给你的儿子当这个遗产 可是呢 他可能拜光了 儿子几个一起就拜了 但是如果你留给他一手 很会做 你们家的牛肉面 他可能一辈子饿不死 所以那一道菜是什么 我希望每个餐厅 他都能够把它选出来 那这个我今天要介绍这家餐厅呢 他在嘉义 他叫流园 留下来的流 花园的园 在哪里 嘉义什么地方 他在嘉义市里面 在上网就找得到 上网就找得到 这个年轻的 也不算年轻 他小时候是年轻 这个他的这个老板呢 也是他的主厨 叫李清阳 慕子里 这个清天的 西洋的压力 李清阳 就是很认真的一个师傅 那他呢 用什么菜得到了 这个十大名在明天 今年只 今年只被选出九道菜 那还包括了 圆山饭店的 圆山饭店 你 我建议这个 香隆 你有空 礼拜六礼拜天 带你的家人 他早上有喝早茶 对 就是港式饮茶 他的牛肉丸 你一定要点 这个圆山饭店的牛肉丸 是我在台湾吃过 最好吃 羊茶里面 最好吃的牛肉丸 就他正好今年呢 他也来参赛 但是不是我来评分 是我有邀请了 七八个 非常有名的美食家 还有这个餐饮系的老师 他们评分 那这个圆山饭店的 就是 饮茶的 金农厅的牛肉丸 被选出来 十大名菜名店 那刚刚我讲的 刘元这个李琴 嘉义的呢 他就用口袋豆腐 还有口袋豆腐 又还有用鲍鱼 这个老母鸡 那你就吃口袋豆腐就好了 因为这个 这个老母鸡 他炖的这个 都变成奶汤了 有一点 就是冯兆林 上海小馆的那种 那种feel 那种感觉 最主要我要讲的是 这个口袋豆腐 在过去 过去的圆山饭店 还有 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差不多 28、9岁吧 那个时候 台北 水晶大厦旁边 有开一个 参阳一支村 你有印象吗 当然在 士大夫中旁边 对 就在那里 我念士大夫中的 那边附近 当然了我的地盘 我以为 我以为 参阳一支村 是你爸开的 那没有 那个当然 我们当然 不会去吃那个 但是从国际学社 往东那边 都我们的地盘 一直走 对 所以那个水晶大厦呢 他旁边就开了 李敖 跟李敖打官司 那个叫什么 开杂志社 那个 刀梦伦 也住在那栋楼 那这个 这个 参阳一支村呢 以前的汤菜啊 还有这个 勾芡的菜里面 这个 参茧豆腐 是非常 它不外传的 很多人要学 学不到 即便 你在电视看 上面看了 有人教你怎么做 可是很难做 很难做 那 而且很费工 所以我就 这次他来报名 我在这个 在这个名单上 突然看到有 口袋豆腐 哇 我就觉得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口袋豆腐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它这个 豆腐呢 它炸完了以后 它中间就空心了 对 那么 有的洋桌菜 它会在这个 这个豆腐的里面 去塞 塞一些这个虾米 或者是塞一些香菇啊 肉馅 然后再去把它红烧 所以你在外面吃的是 酥酥软软的豆腐 然后里面呢 你要摊什么馅 就是看师傅 给什么馅 所以这道菜 非常功夫的一道菜呢 在过去参阳一支村友 云山饭店以前 有个大厨叫林昌城 现在也退休了 那他们也都会做 但是现在就没有了 反而是 整个台北 我是没找到了 它居然在嘉义 的流远产品有 所以我建议大家 想要去 有时候去阿里山玩的时候 在嘉义多住一天 你一定去流远 去尝一下这道菜 因为它也是 无菜单料理 你可以先定位 但这道菜呢 我建议大家 放暑假的时候 去嘉义 现在就先定 因为这家流远 在嘉义本来你要定位 就有点难 再加上他这次又得奖 得到十大名店 又得到十大名菜 真的我觉得很不容易 可以推荐给大家 当然高手在民间了 但是因为我们 虽然有这样子的 一个吃歌玩乐的单元 但坦白说 像梁又强这种人 他是不太容易离开台北的 因为台北好吃 好喝 好玩 白天晚上都很热闹 那梁又强呢 梁又强在傍晚六点以前 是单身的 这个呢 就说所以 你们要找他 傍晚六点 傍晚六点以后 他就不单身了 所以 请不要把我的私生活 在公众的场合 随意公布 未经当事人之许可 不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至高无上 至高无上的赞美 好 所以呢 所以对于 对于就是说呢 台北以外的这些的餐饮呢 其实高手在民间 还是有很多很棒的餐饮呢 在中南部地区 偶尔呢 我们会提到 好吧 没关系 一些相关的资讯呢 我们都很快的会整理 之后呢 会准备在那非得的魔王 非得早餐的网页上面 刚刚提到的留言 如果你去嘉义市的时候 经过嘉义的时候 到嘉义呢 其实因为嘉义上面 就是阿里山啊 等等这些地方 也都是 也都是台湾呢 中部的风景区 还有些还故宫 故宫也 对对对 嘉义 嘉义的 故宫南越呢 也在那边 在嘉义民修 那如果要到那地方玩的时候呢 就可以顺便吃吃喝喝 来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呢 继续通过电话连线呢 访问梁岳祥 好 非得莫王 非得早餐 我是等下 来今天星期五的时间 梁岳祥的时间 还有十分钟 再来 还有什么 好 这个呢 我刚刚讲了 就是 这次我们办的论台 选出了 这个十大名菜名点 那么 我 如果我们下次 在上场的时候 我就陆陆续 把这些呢 跟大家介绍 那么今天呢 我就刚刚讲到的 那个牛肉丸 大家知道 我相信大家去过香港去饮茶 一定都有吃过这个牛肉丸 可是大家不这么点 因为这个早期呢 台湾有一些老师 香港的老师傅 他在做这个牛肉丸的时候呢 他们 因为谣传 说他们放了棚杀 会让它比较脆 比较那个 所以很多人不敢吃 其实我跟大家讲 这个牛肉丸 并没有放那样东西 而且现在的 这些厨师呢 他也第一 他自己都不允许 因为他们自己要吃 那这个牛肉丸 难在哪里呢 他第一个 他这个牛肉的牛肉馅呢 他必须要把它打得很细 而且 他们以前是用棒子 棒锤啊 把它打成泥 打成泥以后呢 他把这个筋挑掉 再打 打了以后呢 然后再往这里面搓搓的很细 等那个肉泥出来以后 他再摊什么 摊这个牛油 摊牛油以后呢 然后他这里面 他最好吃的什么 就是放了 从广州来的陈皮 我们要知道 其实像我你知道 这个陈皮啊 就是广东有三宝 这陈皮就是其中一宝 那这个 这个陈皮 他坦于现在的凤尘 也就是 凤尘就是开平啊 那一带 就是你看我们台北 不是有一个凤尘 烧腊吗 对 所以说凤尘这一带的 这个陈皮也是非常好 我记得小时候 我爸爸 拿了橘子皮 因为台湾 他都觉得台湾 买不到好的陈皮 所以我爸爸就用那个 每一天啊 就是连在台南 差不多下午一两点 他说早上 中午的那个排阳排队 他差不多一点钟 两点钟 把这个柚子 就是不是 橘子皮 丢到那个瓦上面 他说 我说你放到地下 塞也不是一样 他说地下呢 因为有湿气 有潮气 当然 会让这个柚子呢 瘦到潮气就不香 所以他把每天 丢到那种屋顶上去 然后呢 到了下午四点多 就晒两个小时 每天这样晒 每天这样晒 我爸爸就把那个陈皮啊 就很有耐心 搞了 害不吃 搞了两年多以后 风起来 风起来以后 突然我都忘记 他有一天呢 泡香片的时候 就把这个浅皮啊 剪得一丝一丝 丢在香片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去香港 你一定要去买这个陈皮 王州的陈皮 买完的时候呢 在这个泡茶的时候啊 你泡乌龙的时候 丢点这个陈皮 哎呀 特别香 他这个师傅呢 他叫阿国 原山饭店 他这个阿国师傅 这次也当选了十大名厨 非常了不起 很难得 就是说三四十个 饭店的厨师来 只挑中五个 他就是其中一个 这个阿国师傅呢 他做的这个牛肉丸 他还在 他在七八年前 他还跑去香港 特别找一个老师傅去 那阿国师傅 以前在哪呢 就是现在得到米其林 三星的移工 当点心主厨 也在天好运 当做点心的主厨 现在被挖脚到原山饭店 所以大家 我刚讲他这个背景 你就知道厉害了 所以现在到原山饭店的早茶 你们去吃点心 我觉得 而且现在因为疫情 还没有塞得那么满 我经认大家 这原山饭店呢 礼拜六礼拜天 他的早上八点钟 开始就有这个茶 就是完完全全年 港式的饮茶 大家也不贵 大家可以去到那边 叫一碗粥 然后吃点他的这个早餐 就是牛肉丸 要吃牛肉丸 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包啦 比如说 你可以买这个大包的 买个六颗 三颗一份吧 都买回家 我之前有买过一次 放在洞窟里面 我隔了一个礼拜 再把它蒸出来吃 还是那么好吃 真的很有趣 那这个牛肉丸 在吃的时候 一定要蘸一下 它的梅醋 他们会提供你一个 带着梅子香的 一个乌醋 这个酸酸甜甜的 把这个牛肉丸 在热的香气带起来 那这个牛肉丸里面 它放了成体 有微微的成体香之外 也放了台湾的香菜 所以那个感觉 吃起来我觉得 比香港的 香港师傅 做的还要来的好吃 所以这个也是 推荐给大家 那 刚刚 节目一开始 这个香龙 讲到就是 有些朋友 就是 确诊嘛 对不对 对 其实我在一个月前 也确诊 真的吗 真的 来我告诉你 对啊 我就想说像你 像你这种 你好像你干嘛 你这么兴奋 你这见面心情 我确实你一点同情都没有 还真的吗 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第一个很合理 第二个 第二个 可是以你的年纪来讲 都还整颗好好的 那我就觉得 这个人身体真的是不错 那我跟你分享 很快的 就是听众朋友 这个 我觉得 这个指导香龙 你都逃不掉的 这种很厉害的传染 我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第一个 这个病毒呢 它第一个进入我们人体中 它都从呼吸道 从你的鼻咽咽喉 那我们鼻咽的咽喉的 脸膜特别多 蛋白质特别多 我觉得就 它会在这里着床 那我以前听过我哥哥讲 我哥是医生 他就讲说 我们的扁条线 因为我常常扁条线 发炎 扁条线就像月球表面一样 这个病毒都会在哪里 在那个凹洞里面 所以你一定要 就是有时候 医生有时候涂涂药 你耳鼻咽涂涂药 有时候不见得有用 最好的就是用温水 用盐开水漱口 所以我 我第一天晚上回家 觉得喉咙有点 有点痛痛 刺痛刺痛 我一发现 我说不行 可能我确诊了 我就第一时间 就用盐开水漱口 一汤匙的盐 然后用温水 而且我咬过来 哦要漱 把这个水漱得很深 就是发现三四个部位 在刺痛 好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我两个小时 我就梳理刺痛 为什么 因为当这个病菌 在攻击我们身体的时候 我们的抵抗就会发烧 打不过它 你就摔 你就会身体 你就会抬下去 所以当这个部队 这个病毒的部队 在我们咽喉滋生的时候 假设它生产 一百万个部队 我们用盐就消灭了它八百万 八十万的部队 那我们的身体的 需要消耗的免疫力 就比较 比较不用消耗那么多 所以我这 去整个三天呢 一 我用盐开水 不停的漱口 只要我醒的时候 那晚上有时候 半夜会醒来 只要一醒来 我就用李斯德林的 那个漱口水漱口 一直就是把喉咙 痛的一些部位的细菌 一直用外力把它消耗掉 所以我不会说什么 很疲倦啊 身体很 没有 但是有点咳嗽 我就一定喝温热水 让那个气管梳起来 然后我睡觉的时候 攻着水 所以我的 有鼻涕啊 或者是咳嗽 那个盘就很容易就出来 第三个 我每天泡三次热水澡 我就让身体很热 反正我不能出门嘛 就是泡热水澡 然后呢 就拼命流汗 那个毒就排出来了 好跟大家讲 再重复一遍 第一 用温热的盐开水 脖子要养过来 好好一直漱口 把你的病毒的兵团 你要帮你的身体 先消灭它 它还没有攻击你身体 在喉咙部分 你就把它消灭掉 第二个泡热水澡 第三个 我大量的喝柠檬 温开水 其实我没有吃药 我就第三天早上 就几乎 也喉咙也不痛 也没有 我在用那个测的时候 我就过关了 第三天我就过关了 所以我就觉得 盐开水 还有柠檬 我家里是随时平常 我都保持的有柠檬 有柠檬 那所以 这个 在美食之外 梁又祥也是把自己 自豪的一个专家 跟大家分享 好 在我们线上的呢 是梁又祥 我觉得梁又祥 当然推荐大家很多 很多养生啦 自我照顾啊 的一些的方法 那这个人的好处 就是说 这个人身体力行 就是说 他不会讲一些 很虚幻的东西 就是说他所讲的 都是他生活里面 在操作的 对 在操作的 好 所以呢 大家呢 可以可以听 特别是一些呢 属于呢 食疗的 食谱的 就是饮食方面的 自我照顾的 那这方面来讲呢 就是梁又祥所提供的 这些的背景呢 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当然他的 他的 他的生活的 生活的方式 跟生活的空间呢 那那大家呢 是没有办法相提 并论的 所以呢 大家呢 在这方面来讲呢 就是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羡慕 但是 那个是有练过的 大家呢 大家不要 不要随便学 好 所以呢 梁又祥所提供的 所有这些的 这些的讯息呢 我们都很快的 会整理好之后 在非得能播网 非得早餐的网页上面 或者呢 你可以 你可以上 上梁又祥的 粉丝的专页 那粉丝专页叫啥 再讲一次 我的妈呀 梁又祥的 美食天堂 是吗 梁又祥的美食天堂 好像是这样吧 你到底是不是啊 因为他 因为平常根本就 就就不太太很多 他有 他有很多的 很多的助理啊 很多的什么的 没有 没有 我实在是 因为最近 在读研究所嘛 研究所就输于 经营 这个什么 Facebook啊 那些东西 我现在力学 读学问 像香龙学习 像香龙看齐啊 等我毕业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 我学什么 你知道吗 你犯了我的大 大机会 干嘛啦 我告诉你 我最讨厌我身边的人 跟我讲说 我最近在念博士 但是我跟你讲 我这个不是什么EMBA 我这是硬帮帮去考的 你知道吗 不是花钱的那什么博硕班 而且我跟你讲 我上学期 我跟你讲 你当我朋友 你一定要 我们所里面的 我们所里面 我的教授告诉我 然后评分出来 你这学期 全部你是第一名 真的 我旁边都是 三四十岁的小伙子 那这大概是你 这辈子功课 最好的时候 对 因为跟你常常在一起 如木染 对不对 清新清飞的 你年轻的时候 在念书 功课应该没有 没有那么好 没有第一名吧 还是有了 我小时候常常 小时候功课还可以 好 你小学生就不要讲了 好 不过这个也很难得 就人年纪越大 功课越好 这个其实也是一件 很特别的事 好 不管怎么样 就是梁和祥 所提供的这些 这些生活资讯 你可以在他的Facebook 他的个人的官网当中 可以找得到 感谢 透过电话连线 接着我们的房间 陪我们聊天的梁和祥 又想感谢 谢谢小龙 谢谢大家 谢谢 来我们进广告 新闻